在经历漫长的四个月特训后 弗里萨率领一千大军向地球发动了复仇之战 与此同时 悟空与贝基塔正在比鲁斯星球进行特训 保护地球的重任落在了克林 乌范等人的身上 弗里萨的巨型飞船刚一着落 千人军队就像蝗虫一样飞出船舱 向地球发动进攻 而地球护卫队只有克林 乌范 段迪 天津范 龟仙人五位勇者 而乌天 特南克斯 胖博 这三个能打的竟然没来 鬼仙人垫了垫手里的袋子 只凭我们五个人的话 不知道这些仙斗够不够用 乌范 你平时坚持训练武功了吧 乌范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 超级塞亚人大概还会变 好了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乌范这个号练费了 前代超人加克与布马赶到战场 在布马的要求下 加克也同意加入地球战队 负责清理各种杂兵 弗里萨大王从飞船中探出头一看 竟然没有看到自己的仇人孙悟空 弗里萨大王表示有些失望 不过 如果让孙悟空回到地球的话 看到自己的朋友变成尸体扑在地上 这也不失为一个报仇的好办法 弗里萨大王嘎嘎大笑 布马一看弗里萨小人得志的样子 就十分鄙视 他交代乌范 放手去干 杀杀这个小土豆的锐气 乌范摇摇头 弗里萨现在变强了 与从前的弗里萨根本判弱两人 然而事实是 弗里萨强没强不知道 乌范现在肯定是变弱了 布马发现 靠人不如靠自己 立刻向弗里萨示弱求情 恳求弗里萨 看在自己貌美如花的份上 稍微等一会悟空 弗里萨仿佛在故意戏弄布马 表示自己可以等他十秒钟 布马和弦弹超人吓得立刻躲了起来 短地等人稍微活动了一下关节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恶战 十秒钟时间到了 弗里萨的前任军队起声大吼 扑向短地等人 短地等人立刻展开反攻 很快就收拾掉了许多弗里萨的闲鱼手下 弗里萨对目前大军的实力一点不意外 在他眼中 现在的弗里萨军队 比起以前 就是一群二流战士组成的肉盾而已 弗里萨很快注意到了 人群中表现形目的孙悟范 认出来这就是当年孙悟空的儿子魔骨头 让弗里萨大王印象更为深刻的人 是光头克林 克林祭天 法力无边 这句话 弗里萨大王早有知详 如果把克林秒了 站上气氛 立刻就会变得热血起来 弗里萨军的各位 谁能杀掉那颗小鼻石 可以随便挑选一个星球作为礼物 弗里萨下达了对克林的击杀令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更何况 在弗里萨军看来 克林只是个小角色 杀他一如反掌 士兵们欢呼着扑向克林 乌范等人想伸手帮忙 却被一大群杂兵团围住 无法脱身 弗里萨以为 只要能把克林干掉 悟空一定会心痛不已 伤心欲绝 这是报复悟空最好的办法 而克林对弗里萨的阴影太深了 怕他不敢动 龟仙人安慰克林 这几年 地球和纳美克星发生的几场大战 克林都在现场 区区几个杂兵就下成这样 有点自信好不好 你的招式可是龟仙流派啊 克林咽了一口吐沫 一拳都击飞小杂兵 接着释放出爆裂空击弹 顺秒一群杂兵 龟仙人天津饭短滴和物饭也纷纷发威 攒了半天能量了 这次一股脑的释放出来 灭了弗里萨大半士兵 弗里萨很不爽 准备让索贝尔持军棍 索贝尔立刻派出 弗里萨军最强的战士牛魔王 牛魔王气势汹汹 物饭深情出战 先是一套王子战法 牛魔王挡开物饭攻击 冲过去一个爆火杀 物饭表示一点感觉没有 突然一道光不起来 号称弗里萨军最强战士的牛魔王 被弗里萨手下光头哥射透胸膛杀死 同时被射透胸膛的还有物饭 光头哥的想法很单纯 牺牲同僚抢下功劳 很划算 好在贵仙人事先准备好了仙动 物饭很快就恢复了 光头哥向弗里萨垮下海口 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秒了眼前这几个人 弗里萨承诺光头哥 如果能杀死物饭等人 不仅替把他做指挥官 还可以任由他随便选择一个星球 光头哥确实有过人的力量 从气息上来看 比其他杂病强很多 短地与他简单过几招 竟然没能伤害到光头哥 反而被光头哥砍断了手臂 看来这几年 短地只顾着在孙家带孩子了 身体退化不少 光头哥自称是弗里萨的特训对手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 每天都在承受着弗里萨的攻击 练就了一副钢铁之躯 光头哥骄傲的仰天大笑 这时空中飞来不明飞行物 超级物天克斯飞过来 一头撞在了光头哥的昆昆上 自称钢铁之躯的光头哥 受服昆布倒地不起 物天克斯扬言要痛揍弗里萨一顿 不过30分合体时间正好结束 还没开始就退场了 弗里萨看见物天和特纳克斯的脸时吓了一跳 特纳克斯曾经把弗里萨切成了豆腐 弗里萨一看见他就浑身发抖 弗里萨命令光头哥 立刻追杀两个小鬼 光头哥很不争气 疼得爬不起身 这时一只青蛙跳了过来 相信小伙伴们已经看出来是谁了 没错 就是大名鼎鼎的宇宙尬物天王金牛队长 金牛队长通过换身得到了光头哥的身体 整整十年 金牛队长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他迫不及待的来到弗里萨面前 吐槽自己这十年的艰苦生活 为了能再次效力弗里萨 金牛队长特意设计了全新的尬舞动作 以表示自己对弗里萨的忠心 弗里萨尬得直冒冷汗 动作就算了 好好为我效忠就行 光头金牛一直对弗里萨大王忠心耿耿 迫不及待的冲上战场 时隔多年 金牛依然记得克林和悟饭 这俩小子 当时在纳美可星都让自己吃了别 这次 势必要爆出血恨 光头金牛现实一拳打倒天机犯 接着 冲进四个人中间 拳脚相加 将悟饭几人全部击倒 大王喜笑颜开 只夸金牛了不起 实际在龙珠Z的时候 大家都小看金牛了 他不仅会侵占别人的身体 还会将身体原主人的潜力开发出来 不过 金牛再厉害也改变不了路人的身份 悟饭上前一步 单挑光头金牛 然而这波不变身的操作 我是真的没搞懂 看来悟饭被削弱的太厉害了 从原来的王者直接掉到黑铁 光头金牛抓起悟饭将他丢了出去 接着就是一套王子战法 终于打出了悟饭的超赛形态 变身超赛的悟饭 果然战斗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两招便放到了光头金牛 观战的弗里萨仿佛看到了 曾经暴虐自己的孙悟空 一想起当时的孙悟空 大王就气得 五脏六脯在肚子里翻滚 一时没忍住 用光波打上了悟饭 大王喝退了金牛 为了报当年的仇恨 大王决定亲手折磨悟饭 让悟饭吃尽苦头 悲惨死去 孙悟空看见你惨死的模样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光想一想 本王就好兴奋 弗里萨用光波射穿了悟饭的左腿 接着又射穿了他的身体 超赛形态的悟饭 竟然被没变身的大王狂虐 弗里萨蓄力以及致命光波 嘴上还不停地嘲讽悟饭 活该你这笨蛋 活该赛亚人 活该死悟空 死呢 弗里萨发出致命攻击 就在此时 一个伟岸的身影 挡在了乌饭面前 短地用身体替乌饭 挡下致命一击 布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他举着奶油蛋糕 试图引起遥远的维斯注意 有这个办法 换回悟空和贝基塔 另一边 毕鲁斯星球 悟空与贝基塔的对待训练 还在继续 整日平民旁旁 吵得毕鲁斯无法入睡 毕鲁斯想与二人鄙视一番 赶紧将他们两个打发走算了 悟空吓得摇出了花手 虽然现在实力有些提高 于是 打发维斯 送悟空和贝基塔 去了一个神秘之地 维斯询问毕鲁斯 现在送这两人去那个地方 是不是为时过早 毕鲁斯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两人属于是 越逼越强的类型 最重要的是 自己希望这两人快点变强 好陪自己好好玩一玩 悟空与贝基塔所在的地方 与精神时间屋很像 又闷又热 不同的是 这个地方一片浓雾 看物到出入口也不知道时间 悟空与贝基塔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开始了对打训练 这时 维斯总算收到了布玛的来电 布玛立刻将地球的情况 告诉给了维斯 请维斯转告悟空和贝基塔 立刻马上回到地球 维斯将影像投屏出来 放给悟空和贝基塔看 悟空一愣 弗利萨 是那个被我虐出降的家伙 听闻这一次 轮到儿子悟饭被虐出降 断笛还送了命 悟空忍不了了 表示立刻要随维斯 前往地球 可是 比鲁斯星距离地球太过遥远 就算是维斯使用彩虹桥 到达地球 也需要35分钟 整整一集动画片的时间 弗雷萨大王见悟空 无法立刻赶回来 当即下令 全员对乌饭等人发动总攻 如果悟空到达地球的时候 发现儿子伙伴都死了 那可真是狠狠解了 大王的信头之恨 仙代常人表示 自己只是路过 突然想起来 还有任务要执行 告辞了 不马一把摁住仙代常人 既来知则安知 地球才是你永久的家 乌饭摇摇晃晃站起身 反省自己的无能 如果我像爸爸他们那样 不断地修炼 短地叔叔就不会死了 乌饭直接爆气 再次变身超赛 强大的气息 被几万光剑之外的孙悟空感知到 悟空向毕露斯做了告别 与贝基塔一起瞬移 挥到了地球 可惜的是 乌饭确实荒废了武功 身体素质弱的一批 短暂的超赛变身后 突然感觉身体被掏空 整个人被榨干了一样 感慨别别 好在弗雷萨下杀术瞬间 悟空与贝基塔赶到 替乌饭挡下弗雷萨的攻击 悟空撑在儿子 好样的 悟空满脸愧疚 对不起爸爸 我现在被削的 只剩一个坐标的作用了 能做的 只能是把你叫回来 好了 闲言少叙 各位看官老爷 珍惜弗雷萨大王 所剩无极的装逼时间吧 北极塔将众上的悟饭 拖出战场 悟空先用瞬移 将短笛送回天神殿 然后支开了悟天 和特能克斯等人 接下来的画面 过于残暴 未成年人禁止观看 弗雷萨大王与悟空 先来了一段 大战前的互相嘲讽 偏偏鸡牛要跳出来 刷一波存在感 贝基塔得知这个光头 是鸡牛后 微微一笑 如果你还是青蛙就好了 至少不会丧命啊 说完 贝基塔直接一招 向鸡牛化为灰烬 大王终于在摇摇车里出来了 他想一个人单挑 悟空和贝基塔两个人 弗雷萨不多废话 直接变身最终形态 强大的气息 消灭了所有 弗雷萨军团的小兵 悟空感叹 弗雷萨确实强大许多 这让自己更兴奋了 悟空让贝基塔少安勿躁 自己必须要试一试 变强后的弗雷萨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弗雷萨的作词倒计时 开始